彰化有个软性女子 今年6月8号被警方查到室内群聚 违反防疫规定 被开罚了6万 那她到现在都还没有缴 所以彰化的行政执行署跟警方 特别来到她开的小吃店 发现她的车就停在店门前 当场查封要准备脱掉 她立刻吓到表示 自己可以一次缴亲 才免疫被扣车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查封 彰化行政执行署人员 在警方陪同下贴下查封单 准备脱掉软性女子的车辆 那你现在愿意缴吗 这时软性女子 直接拿出6万元的现金 想办法留住车 而她的轿车差点被查封 因为今年6月8号 存过三级警戒时被警方查获 6个人在民宅内群聚 违反防疫规定 遭开罚6万元 但因为迟迟不缴钱 执法人员只好到她的小吃店 找人要钱不缴钱就扣押车 她名下只有一台汽车 我们就立即的进行查封 软性女子在执法人员的陪同下 到小吃店对面的农会完成汇款 彰化行政执行署也立刻撤销查封 现在就帮你的车子 我们解除查封 她好像还有一些交通罚款还没有缴 我们的资讯人员就提醒她说 要赶快去缴 不然的话案子到我们这里来 我们一样会去拖她的车子 彰化行政执行署说 如果还有欠国家钱的民众就要赶快去缴 不然名下的财产会被扣押到 缴完钱才可以赎回 华市新闻林轩杨忠仪谢忠义 彰化报道